時不時介紹一些藝術相關的人事物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 因為期讀 所以有一個人呢 他把他整個家畫成了 大概就是這個狀況 你看他身上穿的衣服 背上也是畫這些 然後牆上畫一樣的東西 然後全部畫完的時候 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你螢幕上可以看得到 OK 連他的老婆還是女朋友不知道 所以外面也是這樣 裡面也是一樣 所以內外通通要畫成這個樣子 你不覺得壓迫感很重嗎 可是這就是藝術家做的事情 他叫做Mr. Doodles 所以Doodle是什麼 Doodle就是塗鴉 OK D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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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理解一下這個字 Doodle OK 所以他就是個塗鴉家這樣子 OK 然後他把整個他的豪宅 Mansion都畫成這個樣子 我們讀一下這兩段 You'll be an unlikely sight anyway Let alone in an English countryside 先第一句就好了 所以這個東西在任何地方都會是一個很不應該會看到的一個景象 更別說是在一個英國的鄉下 所以在任何地方這裡都很奇怪 更別說在英國鄉下 So it would be an unlikely sight 這個Sight S-I-G-H-T就是 這個景點的那種概念這樣子 像例如說你到一個國家 然後他的海關問你 你來我們國家幹什麼 Oh I'm here for sightseeing 這個Sightseeing就翻譯成觀光 Because you're here to see some sights OK 但Sight這個字 所以我先講一下經典 OK 那另外一個意思呢 就是你的視線 OK 好 所以沒看到就不用管了 So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這個片語 一個成語 看不到就不用煩心了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OK 所以Sight的就是看不到這樣子 所以我的視線範圍 從那邊看過去中間沒有東西擋住 So you're in my line of sight 所以也有這麼一個片語 叫line of sight Out of sight 剛剛說過的 好 所以這是一個 unlikely sight 任何地方都不太可能看得到 更別說在一個英國鄉下 這個更別說就是let alone let alone 像not to mention 我們多半把這幾個放在一起教 let alone not to mention 還有另外還有幾個 我大概算了 懶得提了 來我們先往下看 but nestle among rural homes with manicured gardens is a mansion covered entirely in cartoon-like doodles 所以但是呢 這個深埋在這個鄉下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 這裡有個字叫做nestle nest的這個字 就是潮啊 鳥潮的潮 OK 那他這邊就是另外一隻nestle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詞 就是如果我就把這個字這樣打出來的話 後面上面那個e的部分加一撇或什麼的話 這變成一個 是不是法文字可能是 這就是雀巢那個牌子 他的發音是nestle nestle這樣子 好但總之就是埋在這個鄉村的地方 rural homes with manicured gardens 所以這些地方呢 鄉下這些房子 還有manicured gardens 什麼是manicured 一般來說manicured這個詞 我們講的是那種法式的那種美甲 就是manicured 然後如果是弄在腳上的腳指甲之後 是pedicure 這兩個字是 現在很多女生都還是會弄的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你只是自己擦一擦指甲油 那個叫nail polish ok nail polish 那然後有個叫去光水對不對 說真的就酒精嘛 然後你就摸一摸你上面的那個 塗的指甲油就會掉了 所以那個叫做nail polish remover 所以這個詞我覺得很有趣 你加一個remover在後面 所以一個是指甲油 一個是去光水 可是指甲油就只是指甲油 他沒有放一層那個甲片上去對不對 所以我們像女生做的那一種 多加一個美甲的 一塊甲片 或者是一些圖案在上面的 我們叫他manicure 那但是這裡跟指甲什麼關係 沒有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這些花園 就好像被弄過美甲一樣 整理的很乾淨很漂亮 ok 所以這裡有著這些rural homes with manicured gardens 就是一個mansion 這個mansion整個蓋住 被什麼蓋住 像卡通般的這些doodles ok nothing is spared 這個字我們要講一下 雖然說我們以前講過 可是看到他忍不住 spare這個字 我們講簡單一點的版本 就是饒過 ok 所以你要是你在戰爭中 被人家俘虜了 結果你是一個沒什麼骨氣的人 你就跟你的captor說 please饒我一命吧 不要把我 你把我當成戰俘沒關係 不要現在就把我原地處決掉 so please spare my life 饒我一命 所以spare加授辭 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記錄動詞 ok spare加授辭 加了授辭就是饒過那個東西 ok 也就是說 我本來想講簡單一點 可是忍不住又想多補充一些些 所以spare加授辭就是 那個東西你可以 算了啦 讓你走吧 這樣子 I spare your life 還ok your life is spared 對沒錯 聽懂齁 那如果我今天講spare後面加 不要講說人命 饒你一命 我的spare後面加的授辭 如果是錢的話 你可以理解嗎 I can spare five dollars 什麼意思 我可以饒五塊錢一命 不是啊 我剛講I spare your life please spare my life 後面加真的是my life life的時候才翻譯成是饒命 對不對 因為life本身就是命 那你加的是五塊錢 那就沒有命這個字了 所以這叫做你饒了五塊錢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 你這個五塊錢是你可以跟他說拜拜 然後不會肉痛的 OK 就像我饒了你一命 我不會覺得肉痛 我不會覺得有什麼損失 I can say goodbye to you I can part with you OK I have no problem parting with you or with your life 說你的命走吧 我沒有關係 對我無傷 同樣的 如果今天我有 對我來說 不要講五塊好了 對我來說 如果說借你兩千塊 對我來說還不痛不癢 我就可以說I can spare two thousand 可是你都要跟我借兩萬塊 我就說對不起 我沒有那麼多 I can't spare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所以spare這個字 你還可以把它翻譯成是施舍之類的 所以可以接受 講到這裡大概可以 就這兩個意思 所以回來看這裡 Nothing is spared 你就懂了 所以他沒有放過任何的一面牆 或一個角落 沒有放過 沒有饒過 每一個地方塞滿滿 都是要他的塗鴉 So nothing is spared So everything outside and inside the house is covered in black and white squiggles 所以在這個房子的裡外 裡裡外外 所有的東西 everything outside and inside the house 就被黑白的 squiggle cover住了 那squiggle是什麼 就是你剛剛看到 就彎彎去去的那個線條 這樣子 那他還把它翻譯成是 像是個暴動般的 就是遊戲裡面的 或者卡通裡面 出來的這些可愛的角色 So a riot of video game and comic book inspired cutesy characters 可愛的角色們這樣 the sofa the stove the fridge the television and even the car parked outside have all been painted on 所以沙發也好 爐子也好 冰箱也好 電視也好 甚至外面停著的車子 so even the car which is parked outside have all been painted on 都被騎上去了 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個人 他的名字叫Sam Cox so the six bedroom property in England's Kent County is home to Sam Cox 28 an artist who goes by the moniker Mr. Doodle 所以這裡幾個字 講一下 所以這個六個 臥房的這個property property就可以翻成 產物 財產 所以這是他的一個地產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六個稅房的property 在英國的這個肯特郡 Kent County county我們翻成縣也是可以的 那翻成郡也是可以的 這樣子 所以這個英國的Kent County is home to 所以 If something is home to something的话 就表示X是Y的家 這樣子 ok 像我們例如說是 桃園 工程師 我們講錯 不對 新竹工程師 我們講的什麼什麼PG PLG 還是P什麼 就是我們台灣的那個直然另外一個聯盟 就不是我們以前所理解的那個叫什麼 超級SBL 扯著幹什麼 我要講的就是新竹有一對叫做工程師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新竹這個地方就是新竹工程師的主場 所以新竹 is home to the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team called 新竹工程師 新竹工程師的英文該怎麼說 我也搞不清楚但無所謂了 所以這個be home to something就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地方呢 It's home to Sam Cox 這個人28歲 那他有一個綽號 Moniker 所以這個Moniker就是他 ok 所以他不叫 他不用Sam Cox出來闖蕩講戶 他的名稱叫 他的名字叫做 魂號叫做 Mr. Doodle 所以塗鴉先生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個我覺得蠻酷的 蠻酷的 那我們今天講的大概 我覺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講了一些有趣的詞 像例如說sight這個字 回來複習一下下 視線啦或景點啦之類的 好 那更別提 我們let alone 或者not to mention 好 然後nest一般來講說是 巢穴之類的 巢這個字 鳥巢的巢 然後manicure 是手指上做的這個法式液甲這樣子 那pedicure是腳上的 那如果你單純只是擦指甲油 叫做nail polish 我幾乎已經沒有看到女生 只單純擦指甲油了 就是感覺看起來就醞掉的樣子 好anyway 那最後spare這個字 不是那麼好理解 可是經過剛剛的講解 希望你是懂的 你可以翻譯成饒過 你可以翻譯成施舌或之類的 這樣 所以乞丐坐在路邊 他會說please spare some change 請你spare一些零錢 change OK please spare some change you got some change you can spare 之類的這樣子 OK so x is home to y 就x是y的家 然後monica就是她的混號 綽號這樣 好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